明朝大富商沈曼三 首富,他的富有让明朝皇帝都垂涎,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就得到过沈曼三的资助,后来在平定天下之后,依然对沈曼三的家财念念不忘,于是朱元璋想出了很多耗尽沈曼三家财的方法,比如一文钱胜利法,给他一文钱要他胜利,从初二开始,一文取两文,初三日取四文,初四日取三文。 每天翻一位,一级按等比级数增长,以一月为期,沈曼三回家一算,一月之后,再付给朱元璋利息为5亿3687912文。 除了乔曲,还有豪夺,朱元璋还要沈曼三每年献白金千亭,黄金百金,还命他造650间廊房,养数十匹甲马军,并对他的田产每亩争九斗十三生的重税,而且还要他独自承担南京城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的任务。 由于树大招风,朱元璋最后把沈曼三杀了,然后把他的财富全部吞并了。 至于沈曼三到底有多少财物? 据估算,沈曼三的财富高达二十亿两白银,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六千多亿。 返回搜谷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